好 下面呢 我们来进入这个专题三 叫连续性和间断点 那么这个专题呢 就是也是以这个小题 选择题 填供题居多 尤其是这个数学二的考生 可能这个卷子中出现的比较多一点 那你翻一翻 数一 数三 你们这个大全解 这个连续性和间断点的考题并不多 因为呢 这个数学 咱们知道 它的高等数学 内容少 分值高 所以它考的比较细一点 对吧 它这个地方出的比较多 来 但是作为数一 数三 考的少 我们也得会 因为这种题也考呀 好 首先我们对连续性和间断点的内容 解题思路 做一个梳理 第一个 初等函数 那什么叫初等函数 屏幕前的你还能说出来吗 答由基本初等函数 经过有限次的加减乘除和有限次的复合 得到的能够用一个式子表达的函数 是不是叫初等函数呀 当然了 有诺老师 你说这么多 我一点没听懂 没有关系呀 因为我们遇到的几乎都是什么 初等函数 所以这个概念不用管了 是吧 没人考你名词解释 初等函数在定义区间内都是连续的 所以如果初等函数在这个点有定义 那么这个点的极限就直接是谁呀 是不是它的极限就直接等于它的值呀 为什么 因为它是连续的呀 连续那极限值就等于它的函数值嘛 这是咱们连续的定义 好 再来 第二个 如果这个函数在这个点左右极限都有 左右极限都有 但是不相等 或者说左右极限相等 但是不等于这个值 那这种情况下就称这个点叫什么 叫第一类间断点 对吧 第一类 而且细分 前一种情况 两个都存在但不相等 这种情况叫什么 叫跳跃间断点 两个左右两个极限相等但不等于值 这叫什么 这叫可拒间断点 对吧 再来 如果左右极限至少有一个没有 那这叫什么 这叫第二类间断点 那无穷和整的是两种常见的第二类 注意 千万别搞糊涂 什么糊涂呢 第一类间断点就两个 跳跃跟可拒 可是第二类间断点它的分类远远不止两个 你可别认为 老师 第二类就两个 一个叫无穷 一个叫整当 错了 无穷和整当只是什么呀 只是两种常见的而已 对吧 好 第三个 再来 如果一个函数在B区间上连续 那么这个函数在B区间一定有戒 而且也一定有最大值和最小值 而且能够取到戒于最小最大之间的任何一个数 所以这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B区间连续函数的若干个性质 在这个地方有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通过几个例子 把这个专题串一下 首先我们看蒋英的利益 这个利益本身是个结论 但是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考证明题 咱们知道 翻翻这个大圈节会发现 在这近十年之内 考研命题组不止一次考到书上重要定理的证明 你比方说考过谁 是不是08年考过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证明 证明拉格朗日还考过什么 还考过证明 还考过证明这个东西 X0到XFTDT 求导等于谁 等于FX 还考过这个定理 还考过谁 最可恨的是2015年 2015年考到谁了 考到U乘V的导等于UXV加UV证明 天天都在用 可是来个证明 好像就忘了 对吧 所以这个书上有一些重要的定理 重要的公式 重要的法则 大家不但要会用 到了这个后面这个现在的第三周期 甚至是再往后第四个周期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慢慢的积累一下 这些重要的定理公式法则的证明 当然了 林大老师 哪些定理公式法则需要证明 我在基础阶段就已经跟你做好这件事情了 我在前面是不是已经发过这个文档 这个PDF文件 指出了哪些定理需要证 以及怎么证 如果你没有找到 没有关系 那这个呢 我微博中还会再发一遍的 你看一下 找到这件事情就行了 总之 考试之前 一定会把有用的信息 通过各个方面传达给你 后来 我们就看这个该怎么证 小F可击 证明这个大F 我一定是连续的 其中下限是随便 随便一个点 那么要想证明一个函数是连续函数 往往是不是用增量的形式去证明 来 任意取一个点 再找一个增量X加ΔX 当然了 这两个点在哪里 这两个点就不能超过这个区间呀 任意找两个点在这个区间内 那则咱们看 这个大FX加ΔX再减大FX 减的结果 你看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把上限改成X加Δ 这个地方上限是X 待会儿两个积分相减 我减写 两个积分相减 待会儿共同的区间要减掉 减的结果只有谁了呢 减的结果只有这个下限 好 这两个积分 大家减一下 减的结果 这叫X 这叫X加ΔX 这叫FT再DT 好了 想证明它连续 你要证明它连续 是不是只要证明咱俩相减极限达到0 是不是就行了 好 那要想证明一个东西极限达到0 那怎么证 想证这个东西极限达到0 你要有一个思想 想证一个东西的极限是0 最好干嘛 加绝对值 最好加绝对值 那进而 那这为什么加绝对值 因为你想绝对值它天生干嘛 天生大于等于0 对吧 那在小一等于谁 小一等于某个量 如果这个量也达到0 哎 加比准则不就用到了吗 绝对值是天生大于等于0的 进而套个绝对值 叫大FX加ΔX 再减大FX来个绝对值 那就是这个地方来个绝对值了 这是XX 再加上ΔX 这是FT再底T套个绝对值 好 开始备了 咱们之前讲的积分的性质 叫亡羊薄劳 小语等于未语绸缪 对吧 就是先积分再加绝对值 肯定不超过谁 肯定是不是不超过里面加个绝对值 是不是这样加个绝对值 是不是在底T啊 是不是这样写 但是真的有个小细节 大家最好哈 哪里有个小细节呢 你要知道这个ΔX也许是正的 也许是负的 可正可负呀 对不对 那么可正可负的话 这个商下线 那这个线给这个商下线 这俩商下线你其实不知道谁更大一点 对吧 不知道 所以为了保证这个地方写法比较严谨 我干嘛呢 我在这个位置套个绝对值 对吧 我这样写的话 是不是一定是哪个线比较大 是不是上线大 上线大 下线小 积分才能变大呀 最好加个绝对值 好 那么这样的话再往下怎么办呢 有一个条件 又小F干嘛 小FX 是不是在AB上 是不是可负 那可负说明什么 回想 故函数可负 所以它有借 这是可负的必要条件呀 是有借的 不能忘 翻翻十八奖 翻翻墙 翻翻笔记 都有 好 所以我是有借的 那于是把它扔到星中 则 则进一步 则这个星 这个星是 这个星是 又小于等于谁 是不是再次小于等于 这叫X 这叫X加 绝对值ΔX 那绝对值FT 最大是谁 最大是M 所以MDT 这等于几了 是不是等于了大M倍的踢走 是不是绝对值ΔX 对吧 所以趋向于什么 趋向于0 当然了 当ΔX趋向于0的时候 所以 得到 所以ΔX趋近于0时 大F 加ΔX 再减掉大F 达到谁 达到0 这不是增量吗 故干嘛 故大F 等于X0 所以我们这个大F 在哪个点是连续的 故大F 等于X0到X FTT 在X处连续 但你别忘了X是怎么取的 具有任意性 看到没有 这是随便取的一个点呀 由于小X 具有任意性 所以说明我在每个点都是连续的 又 再写一句 又小X 具有任意性 所以 大F 就是这个积分 X0到X FTT 在整个区间 每个点都连续 所以在整个区间连续 证完了 所以你看这个证明题 考出来 那绝对有不少同学 还是放弃 还是交白卷 他知道有这个定理 他经常用 可是呢 你让他证明 他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 重要的定理 重要的公式和法则 不但要会用 而且要会证 这就是一个例子 好 我没讲清楚了 这是第一道题 再来看讲一第二道题 这个题呢 那就是有一定的难度 而且呢 现在考研 这种题也考的比较多了 好 这叫什么题呢 你看这个呀 这个小F 是不研究这个小F的间断点 但是这个小F是怎么来的 小F是用一个极限构造出来的 所以有的书也叫什么呢 这叫用极限来定义一个函数 对吧 用极限来定义一个函数 然后干嘛 是不研究这个函数的各种性质 用极限来定义它 研究性质 那么做这种题呢 要分两步走 第一步 干嘛 先求极限 大家先处理这个极限 第二步 第二步 再干嘛 再研究 再分析这个函数 只不过呢 这两步有点差异 你比如第一步 第一步处理极限是对谁处理 对谁做极限 答对N做极限 第二次 研究函数对谁 对X 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你极限是对N而言 你函数是对X而言 好 来看一下 那么怎么解决呢 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有两个基本的事实 两个基本的结论 你得知道 在18讲 在前面的基础讲话 我们都打过招呼 第一个 谁呢 就是这个极限得懂吧 比如说H无穷大 X的N次方 这个极限等于几 这个极限等于几 受神的影响 是不是受自变量X的影响 对吧 在这里面X当什么看 X当常数看 但是常数不一样 这个极限是不一样的 好 第一种情况 如果这个常数是介于正负一之间 正负一之间来个N次方 变成谁了 变成零了 再来 如果这个常数是在1跟负1以外 那来个N次方呢 那就要无穷大 如果这个常数就是1呢 1的多少次方都是1 如果这个常数是负1呢 那这个极限没有 它不存在 那负1的N次方哪有极限呀 没有 这是你需要记住的 还有一个 喜欢考 叫N取无穷大 E的NX 这个也得背住 那么这个X以谁为分呢 你想 如果X大于0 X大于0这个地方就变成什么无穷了 我们知道N取无穷 专指什么 专指正无穷 对吧 N是正无穷 X是个常数 如果这个常数大于0 如果常数大于0 那不就是E的正无穷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达到了E的正无穷 E的正无穷是多少 那还是正无穷 对不对 那你再想 如果X就等于0了呢 X等于0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E的0次方 那等于几 等于1 再来 如果X小于0 那是什么 E的负无穷次方 E的负无穷次方等于几 等于0 这不说完了吗 这两个务必要记住 经常考 而我这道练习题 就是故意把这两混在一起 一并说完 所以题目都比较综合 所以你发现哈 咱们这个专题串讲班上 这个每个题啊 你一定要好好的做 真题 你做过的也再做一遍 非真题 你更要好好对待 因为我们是精挑细选 好好的反复的琢磨 从众多练习题中 给你挑出这些好的代表性的题目 让大家好好的练习一下 好 那于是根据这两条 那我说这个函数就能解决了 来吧 咱们看 这个函数到底等于几 Fx 等于 什么叫极限 N 取无穷大 这叫2E N 加1 N 加1 X 这呢 再加个1 再除以 再除以 这叫E的NX 再加X的N 次方 再加1 好 它等于几 以谁为分界 这个地方 你想 这一项要以谁为分界 是不是要以正负1为分界 那这个地方呢 要以谁 是不是要以0为分界 所以分界点有三个 正负1和0 三个分界点 来 咱们先看第一个 如果X子小于负1会怎么样 你X子小于负1 这一项达到几 这一项 先看 X子小于负1在哪里呢 X子小于负1 是不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这种情况 X子小于负1的话 我就达到什么了 我达到无穷大了 X子小于负1 我在这种情况 我达到什么 是不是我达到0 所以呢 这个地方 这个位置就达到了0 就是这个E就达到0了 这个E达到0 这个E是不是也达到0 咱俩都达到0嘛 好 上面是0加1 下面是0加无穷 再加1 无穷大的倒数还是谁 那么还是0吗 再来 第二种情况 负1小于负1在取谁 是不是 负1再取个负1 第二种情况 X子取负1这个极限怎么算 显然 如果是X子取负1的话 这个极限是不存在的 它没有 它不会存在呀 为什么 你X子取负1这个E达到几 X子取负1这个还是E的负无穷 对吧 这个E同样还是达到0 这个E也达到0 但是这一下呢 是不是不存在了 X子取负1它没有极限呀 所以这个时候呢 它是没定义 或者说不存在 这个极限没有嘛 说明它取不到负1 没定义 再来 那就是负1小于X小于0 那么在这一段的话 这个E还是达到谁 这个E X子比0小 这个E都是0 所以这个是0 这个是0 但是X呢 如果X子在负1跟0之间 是不是这种情况 是不是这种情况了 那么这种情况我达到几 我是不是达到0了 我达到0 上面是2乘0加1 下面是0加0再加1 那等于几呀 0不用看了 1除以1 那还是几呀 还是1 这那是个1 再来X等于0 如果X就是0呢 X就是0的话 这是几 这个位置 X等于0 这个E就是几了 看看 你看 X等于0 X如果等于0的话 这个E是不是就变成1了 是不是这种情况 所以这就是1 这就是1 但是X的N字方呢 X的取0还在这一段 所以X的N字方还是0 就变成了2乘1加1 得个3 3除以2 所以是3 所以是3 除以个2 所以那有个3 除以个2 最后再怎么分 是不是分X大于0 是不是大于0 跟1之间 还有什么1到正无穷 但是我说不用那样分了 只要X的大于0就够了 你想啊 为什么就够了呢 你看哈 本来要分好多的哈 本来怎么分呢 如果是细分 得分X大于0 再小于1 还得再分X的大于等于1 还得再分X的大于1 对不对 但是我说这三种情况 可以合并在一起 统一合成X的大于0 为什么可以合并 你想 如果X的大于0的话 这2E取多少 这2E是不是都取正无穷 是不是都取正无穷了 对吧 那么咱俩都取正无穷 你想 如果X的在01之间 如果是01之间 他取什么 是不是他取0 如果X的取1 他取什么 他取1 是不是他取1 如果X的大于1 他取什么 他也取无穷大 是不是你想 你这三种情况 只会影响X的N字方 这三种情况 这个E都是正无穷 那你想 X的N字方达到0 和X的N字方达到1 和X的N字方达到无穷 我说对极限没有影响 为什么没有影响 因为咱们知道 这个E E的无穷大 他干嘛呢 是不是他更大 这个X的N字方 达到无穷大 略微干嘛 小 是不是密函数的大 跟不上指数函数的大 指数函数更大 所以 这个分母到底谁说了算 是不是我这个正无穷说了算 你取0 还是我说了算 你取1 还是我说了算 你取无穷大 还是我说了算 你的无穷 跟不上我的无穷 没有我大 所以整个分子 都是第一个无穷大说了算 那么这样的话 你想 是不是后面这个X的N字方 根本就不影响了 对吧 你看这个家伙 你达到0 你达到1 你达到无穷 对人家没有影响 影响不了 影响不了 所以呢 这个地方不用这样分三种情况 三种情况可以合在一起 统一写X比0大 应该这样看 好 所以你们看 如果X大于0 大于0 下面是正无穷 那后面都不用考虑了 后面都是微不足道的 在无穷大面前不行 所以此时 此时 这两项就可以扔掉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可以扔掉 那这样的话呢 只有这个1也可以干嘛 这个1也可以扔掉 所以只有咱俩相除 除的结果呢 显然 这是两个 这是2E NX 再乘E的X 再除E的NX 那就是两个EX 是这样写的 好 所以最终 咱们把这个FX找到了 这明显是个什么函数呀 分段函数 对吧 分段函数 分段函数 当然是盯着分段点研究呀 他说 到底有几个间断点 一个可去 一个跳跃 两个可去 两个跳跃 来看一看 那是不是找他的这个分段点 负1这个点 那肯定是个间断点来 负1这个点是什么间断点 看 X等于负1 显然是 负1左边是0 负1右边是1 所以负1是个跳跃间断点 是不是个跳跃点 再来 还有个点是谁 分段点 是不是0 X等于0 是什么 0左边我取1 0右边呢 看 0左边极限是1 0右边极限是2 也是什么 他也是一个跳跃点 所以答 选择有两个跳跃间断点 所以选谁呀 答选D 选D 有两个跳跃间断点 可以了 所以你看这个四分呀 也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 需要大家仔细一点 对吧 仔细讨论清楚这里面到底是谁 谁是吧 到底以谁为分界 关键是呢 这个地方好像有点同学没反应过来 X的大于0 可以直接移步到位 不用细分 你不用分0到1 再取1 再取1到正无穷 不用那样分 一个大于0 全部概括 所以答选D 好 这是这个分段函数 比较复杂的 好 下面呢我们再看这个讲稿上的例3 关于这个复合函数 他们之间谈这个连续性 以及找间断点的相关问题 那我们看这样一个问题 说小F呢 是一个分段函数 小G呢也是一个分段函数 两个分段函数干嘛 符合在一起去研究这个新的函数 它连不连续 它有没有间断点 有什么样的间断点 那么做这种题呢 我们同学第一个想法 很多学生就是这样做 怎么办呢 先求出这个函数 他想着去把它求出来 那当然能求出来了呀 是不是就是用复合这个手段 能够把它求出来 但是呢 我们建议啊 这种题啊 不必不必去求这个函数 只需要干嘛呀 只需要用好复合函数 连续性的法则结论 就能做出这种题 来 我们简单这样看一下 分析 啊 这个地方 假如说呢 这叫FU 我换个字母 FU 那这个地方就是写成了U方 啊 这地方呢 叫U小于等于1 啊 再往下呢 嗯 这是U小于等于1 这个地方是1-U 啊 这是U大于1 我们很容易发现 这个FU 它在 X等于 那这个在U 嗯 它在U等于1处 是不不连续 它间断呀 很容易发现呀 那么在1以外 是不是都是连续的 再来 R 这个G叫谁呢 叫中间变量 U等于GX G是中间人嘛 这个GX它有三段 这个地方是X 这是X小于等于2 这是两倍的X-1 啊 这是在2跟5之间 2到5 最后一段呢 是X加个3 这是X大于5 好 那我们来研究一下 这个分段函数 你会发现 它在2这个点 和5这个点 都是连续的 它处处连续 它处处连续呀 好了 那你在1这个点不连续 我处处连续 所以怎么说 则当U不等于1的时候 当U不等于1时 那U不等于1也就是谁呀 也就是这个GX不等于1时 不等于1时 那GX不等于1 会发生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G才不是1 那也就是谁呀 1G 找找 小G要小不是1 就一种情况 X不取1 所以当X不取1时 是有复合函数连续性 知道 知道什么 知道此时FGX干嘛 它是连续的 它是连续的呀 这用到什么结论呀 是不是就是那个连续函数 跟连续函数 你想想看 这个是连续函数 连续函数 复合掉一个连续函数 连续符合连续 一就干嘛 答一就连续 那不是个法则吗 对吧 你看 X不取1 那就是G不取1 那就是U不取1 对吧 这是U不取1时 好 当U不取1的时候 我U是连续的 我处处连续嘛 U不取1 我FU也连续 你连续 他连续 相符合 当然连续了呀 这就是考大家这个法则 考复合函数连续性的法则 再来 那么当X等于1的时候呢 当X等于1呀 再来 由于1这个跌 X取1正 取1正这个函数Y等于几 你看这个Y其实就是谁呀 这个Y就是这个复合函数 就是这个F 复合这个G 好我们看这个极限等于几 当X取1正 你想 X取1正的话 这个小G是达到多少 X的取1正小G应该看这个地方 因为X是1嘛 比2小 那是几呢 那是1 所以那达到F1 F1的右极限 对吧 这个应该是取到这 GX 这个GX是不是X的取1正 它应该是取X的 对吧 它这个应该是取谁呀 X取到1正 它呢应该是取X 这个GX 落到这一段 因为X是在1的周围 1的周围 这个GX取X 所以我就是Fx 那么X取1正Fx 它到底 X取1正的话 Fx要看谁了 那得看哪一段 X取1正Fx 你看 X取1正Fx 等于几 右极限等于1-1等于0 再来 那且 左极限呢 X取1- 这个复合函数 F跟G 相复合 等于几 那么你琢磨 X取1-的话 这个GX还是谁 这个GX永远是X 对吧 所以写成了X取1- 这还是Fx 那相当于说 Fx在1的左极限 那应该看谁 看第一段 那就是谁呀 1的平方等于1 所以说明 这个左右极限如何 左右极限不相等 所以说明X等于1 是个什么 是一个跳跃间断点 对吧 是跳跃间断点 说清楚了 所以 凡是不得一的地方 都是连续 而1这个点 是一个跳跃间断点 我们这种做法 就在于不必求它 我们不用求 你当然可以把它求出来 但是呢 我们这个做法是不求 不求 用结论 用定理 去研究它 好 这就是我们谈到的 有关第三个 复合函数 研究连续性 和间断点 及类型 这样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样三道题 就将整个专题3 连续性 和间断点 帮大家整理到此处 我们稍作休息一下 再去谈 下面的专题4 叫导数的定义 以及导数的几何背景 这个相关问题 我们来看看